大家好,我是鸡鸡 今天要剧透的电影是《万物生长》 开始剧透之前先介绍一下人物及关系 本片主演方冰冰 饰演医疗器材女代理柳青 杭庚 饰演靠谐武侠小说赚钱的医学院学生秋水 其他人物还有白鹿、白老师、魏妍、厚浦、新银 黄旗、娟儿、小满、胡大爷和毛大 其中小满、白鹿、柳青分别是秋水的一二三任女朋友 厚浦喜欢魏妍 魏妍喜欢白老师 黄旗和娟儿是情侣 胡大爷是宿管 毛大是柳青的合作伙伴 也是厚浦的师兄 电影主要讲的是秋水的三段感情 第一段和小满 后来小满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接走她的是一个开着大奔的处长 这对秋水未来的感情生活造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影响 第二段和白鹿 大学里他们逮到机会就做爱 嗯,这就是大学 后来因为第三段感情的影响 分了第三段和柳青 正值青春期的少年 对风满风骚风情万种的妙龄少妇 基本毫无抵抗力 柳青就是这样的少妇 电影的第一个画面 是一缸泡着福尔玛林的人头 吓得我后排的女生 啊啊啊的直尖叫 这让我感觉到 这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现在开始剧透 我把电影简单分成六小节 第一节 电影的开局 是一个考试过程中发生的教学事故 后普因为不小心瞄到了胃炎的乳沟 小腿瞬间勃起 电影里叫做西跳反射 结果一脚踢浪了 摆在后普桌前的那缸人头 导致人头四处翻滚 吓得在场的学生上串下跳 而秋水黄旗等人则趁乱作弊 然后旁白开始介绍一众主演 秋水的寝室四个人 一个胖子 一个逗逼 一个学霸 还有一个帅哥 校园小说一般都是这样设定的 第二节 秋水收姐姐的委托 到五星期酒店面试未来姐夫 秋水在酒店大堂等待未来姐夫时 遇到同样在等人的柳青 然后出现一个鬼佬 鬼佬找柳青搭讪 柳青不爽 走开 坐到秋水的旁边 秋水和柳青就这样认识了 是的 那鬼佬正是秋水在等的未来姐夫 但这个不重要 第三节 秋水寝室的人在路边摊吃烧烤 偶遇柳青和他的男朋友某处长 因为秋水的初恋 就是被一个处长带走的 所以他对处长特别反感 这也是为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做的铺垫 第二天 柳青跑到学校找秋水 说自己被扼奶了 原因是前一天晚上喝醉酒 他和处长在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相扑 处长担心柳青怀孕 坦白交代了自己已有家世的情况 伤了柳青的心 然后柳青就恍恍惚惚的 转到了秋水的学校 两人的感情进一步升华 第四节 柳青请秋水吃饭 让秋水帮忙翻译资料 秋水的女朋友白露找上门 然后在柳青家草 再回来的路上草 在寝室楼下草 当晚秋水和白露分手 第二段感情结束 恢复单身的秋水 趁着给柳青送资料的机会 把人家带到了学校实验室 并在实验室里偷喝酒精 喝得迷迷糊糊 然后开始轻啊 咬啊 拖啊 整部电影的高潮 即将来临 正当我做足了思想准备 等待他们相扑的时候 两人竟因为几句话的不和 闹翻了 好像说柳青是鸡 用鸡的方式处理事情 具体我也忘了 接着情绪低落的秋水 在回寝室的路上 发现刚和自己分手的白露 居然遭了